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20岁小伙诊为尿毒症,原因令人惋惜, 可能一件事做多了现在不熬夜不喝酒的年轻人, 真的是非常少,这个年纪是人生中最自由也是最辛苦的时候, 喝酒熬夜最常见的原因两种, 一是要为生活奋斗,工作需要加班熬夜应酬等。 另外一方面就是任性,经常熬夜打游戏, 与朋友聚会喝酒,到半夜等其他情况。 这些人平时很少关注身体健康,总以为自, 几年轻健康,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 不按时吃早餐,穿个保暖衣就觉着影响自己形象, 也不会按时体检,工作有时很拼命。 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小年轻,工作辛苦, 对于20岁的小伙子,每天都在围绕着工作转, 突然一天自己不舒服,并伴随着发烧、头疼、头晕等情况的发生。 上医院检查才知道自己患上了尿毒症。 20岁的小年轻,本年就是以为自己吃坏肚子了, 去医院买点药吃就好了,但, 是跟随医生检查完之后,才知道自己肠胃问题只是一方面。 重要的是尿液中的尿蛋白异常,也即是自己的肾小球出现了问题, 消息传开,朋友亲戚都觉得不可思议, 因为这个年纪的小伙子,本应是身体强壮,怎么会患上这种病? 导致20岁小伙患上尿毒症的罪魁祸首,就是喝酒喝太多了。 20岁的小伙子,从事的工作比较忙且辛苦, 加班熬夜是常事,忙到没有时间吃晚饭,都是晚饭夜宵一起。 生活工作压力大,平时也会和朋友喝喝酒来排忧解难, 就是长期的喝酒加上压力,让自己神经系统和肾脏等器官受到伤害。 肾刚出现损伤时候,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, 等到有明显症状发生,已经是肾衰竭的晚期, 也正是因此引发了尿毒症。 肾功能受损,尤其是肾衰竭, 前期的症状都是不太明显, 也正是因此很多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机会, 让肾脏被伤害得更严重。 尿毒症子常见的表现就是尿液。 中有血,血丝,尿液的颜色与正常颜色不同, 如果这些现象已经常出现, 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医。 酒精对细关伤害非常大, 尤其是肝脏和肾脏, 酒精在体内非常不容易消化, 肝脏是负责排毒工作的, 酒精无疑是加重了肝脏的工作, 肾脏也不能及时排除酒精中有毒物质, 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多喝开水少喝酒, 减少自己器官的工作量。 尿毒症不容易治疗, 且患者相当痛苦, 所以生活中无论你工作多, 忙,无论你是男性化还是女性, 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肾脏, 少吸烟少喝酒, 不要一直让器官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哦。